本地戏剧团体戏剧盒去年11月 推出弹珠冲气移动剧场 由大小不同的冲气架构建造 可容纳80到300名观众 剧团计划建造三个大小不同的冲气移动剧场 设计和构思来自英国 但架构在中国建造 由于概念心 剧场还必须先符合建设局 以及民防部队的防火和安全规定 才能使用 现在整个计划就是我们开始在建 还有在做那个工程的设计 希望可以在接下来两个三个星期之内 我们就可以开始建那个鼓励 然后六月多可以到新加坡 然后七月可以希望可以跟大家见面 剧团表示 原本希望在年底前 为冲气剧场筹得四十万元 但目前是筹得六万五千多元 我们也要去反思一下说 这个东西对就是文化或者艺术对于公众来讲的话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需要 跟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概念跟想象 到底有多支持 在文化捐献配对基金下 政府以议员对议员的方式提供资助 使款项增加到了十三万元 这也意味着冲气剧场可如期在它的首个演出地点 和水山亮相 戏剧盒早在2001年就走进社区 为居民带来各种艺术表演 戏剧盒希望通过新的冲气移动剧场 为观众带来全新的体验 新闯门新闻记者 灭国卫报道 新闻新闻新闻记者 灭国卫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